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龍的朋友經歷過2017年的助力之後 到2018年由於聲偉的移動 四分之一犯太歲的機會又有離婚 你會有很大的變度 例如搬屋、工作的調遷 或者是感情上的離合 壓力當然大 但是有利於從事創作的行業 在2018年你會面對不同的挑戰 忙得你無法呼吸 事上亦有阻滯 金錢上有龐大的支出 在感情方面 考驗和冷戰亦會有 再加上別人的落井下石 在這個情況裏 你千萬不要害怕 因為你必須要用你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 和冷靜的智慧去思考、應變 處理得好的話 在2019年一切都會很容易 不過就算你處理得不好 都是頂多捱一年 最後在健康方面 你需要留意的就是腸胃病 最後KIM祝大家 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員來自你 不透明的日子 我們對這次的 有個影響 我們不透明的拍攝 我們不透明的拍攝 美女人 對這次的拍攝 離開拍攝 我們不透明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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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透明的拍攝